欢迎来到忍者无敌聚宝期 我是主持人德鱼 赶紧欢迎面面俱到的大人哥 摩尔头顾 陈坤仁分析师 大人哥你好 德鱼好大家好 整个行情啊 大人哥 就如同你所讲的一样 就是错杀抄叠 顺便给他洗洗筹码了 今天呢 现货期货都是大涨超过了300点 那么今天呢 也是台纸期的结算 我们期货的部分 4月成绩如何啊 大人哥 好 德鱼好大家好 在等一下炫耀我们 这个4月份的绩效的之前 还是要跟你讲一下 最近的行情应该操作的 注意的重点在哪里 因为我还是比较喜欢 跟大家做一些交绝的分享 或希望你可以 真的听进我们节目的时候 对你有所帮助 那当然如果你真的很认同 但是却又束手无策 那你不妨好好寻求 我们的一些协助 那如何协助 待会跟大家做说明 我们先看一下 昨天的台纸跟台股 都跌了500多点 那如果你有看我们节目 或者是说 如果你有盯着我们的 LINE来看的时候 这上半段的滚膜力 连接放在这边 我都有跟大家说过了 所以拜托你 一定要把我们的上下半段 都把它看回去 因为我很清楚的告诉你 现在目前的法人 在想什么事情 或者是你在看 就是你用眼睛在看 在害怕的时候 他们早就已经不是用眼睛 在看盘了 他们早就已经是用程式 就像我们的古魔力 和聚保期 我们早就有这么多的 好用的工具 当然他们更进一步的是 自动下单 但是因为我们有法规的限制 所以我们目前还没有办法 帮大家带那个自动下单 但是我们正在努力中 那你可以来做一些相关的了解 我昨天怎么说的 就不跟大家讲到很细了 因为你看昨天 这是昨天 这是昨天盘中 那我们就说了 超过一千 七千六百家都在下跌 无差别乱砍 那原因就是因为 告诉你 砍破了月线 又砍破了 杀破了两万点的关卡 所以自然就是有 这么多的程式交易 原本是多单的部位 会翻空单 甚至或是原本在放空的部位 甚至空手的部位 他们他们都会放空下去 因为他们在做的事情 就是我在说的事情 叫做是顺着毛摸 不要拆底 不要摸头 用纪律的方式 电脑怎么说 他怎么样做 你不要去猜那个低点 但是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他会有短线多杀多 去把那跌幅扩大 而且有一些个股都砍出来 那些阿呆股的问题 所以今天的台股大盘 中场上涨了311点 这是上半段的股摩利 跟你讲到的内容 所以上半段的一些选股 你也务必把它看回去 那如果回归到指数的部分的时候 我想要再请一些 就是这些有利人士把它叫出来 把他们的观念来跟你做分享 就像我之前跟你分享过 马克吐温对不对 就是你以为你看了很多的新闻 可是你看到的都是错的新闻 然后当你在恐惧的时候 这些法人们 这些根本不会恐惧 他们在贪婪的过程 所以他们在做的事情 绝对不是一般散户在做的事情 一般散户用眼睛看会怕 对 可是我们在做的事情的话 叫做是用电脑来做辅助 然后用专业的数据来做辅助 所以讲了这么多的情境之后的话 顺便你继续往下看下去 这是今天的台子期货 中场上涨了291点 那我昨天就跟你说过了 因为昨天的那个行情 比较像是一个提前去做压力结算 所以昨天的提前压力结算的过程的话 今天反而就不一定会再压低 那但是不管怎么样 今天就是台子期的结算日 所以今天过后 我请你留意一下 新的部位的累积 所以这样情境之下的话 我们今天早上8点半的时候 给我们的团队会员的讯息 我再次重申 那这个你只要看到 就是会员讯息的话 我一定都是在盘后 才能拿来跟大家做 教学分享交流 那但是我们的团队的部分的话 你一定可以在8点半 甚至在盘中的时候 看到我们的即时的 具表期的画面跟讯号 那我这边讲到几个重点 就是压力是2万点 然后它就变成是一个能不能多空交战 或者能不能变成是一个支押互换的关键价位 目前看起来有这样的现象 然后到昨天的这个散户多空比的话 是28.69的一个极端值 所以它压抑的指数 不过也要留意一下说 当结算过后的累积的筹码的状况 因为今天过后 这些部位就会重新计算 除非他们把部位留到下个月份去 所以今天反而变成是提前压低结算之后的一个 往上去做反弹 那你要说拉高结算 我也觉得也可以 反正不管是压低或者是拉高 那很简单的一个动作 就是你就是不要去猜那个高低点 因为自然会有一些讯息 因为自然有一些指标 反指标 护国神山 反正就是定在这些看 就像上个礼拜二的时候 那天是台积电护国神山带着我们冲的 所以那天 你就是顺着台积电的方向做多 然后那天我们的获利就是335点 那这叫做送分题 我们那时候也跟大家说过了 然后隔没几天 你发现说 台积电一个拉台之后 他就要在那边整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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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整理几天我不知道 因为我不是外资 我不是黑手 我只知道的一件事情是 万一如果他真的被长多之后 休息之后的话 你要嘛缩小你的部位 那你要嘛就是被扒道了 就只能认了 因为他总是会这样子做操作 但是我也说过了 就算被扒道的话 也不用担心 因为我们下一次在大行情来的时候 我一样把它赚回来 然后这是昨天 4月16号昨天 你会发现说 做多 我们能赚 震荡区间 有点难赚 但是真的下沙的时候 像昨天的时候的话 我一样赚回来 一样赚300点 所以赚赔 我都拿这样的经验 拿这样的例子 来跟大家做教学的范例 好 这前几天你看过了 那回来到今天 今天毫无意外的 毫无意外的就是 一样变成是一个 做多 然后抱到尾盘 这边有一个小星星 这边有个大星星 然后就会变成是一个 怎么你看 你怎么一天在做多 一天在做空 然后一天又被扒到 那到底要怎么做操作 其实我不会预设立场 我不会特别管说 今天的行情会怎么样去做一个发展 因为我知道盘中的时候 具表期 就会很清楚的告诉我 该做什么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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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就是 具表期 他值得我去做一个信赖的地方 那当然 前几天也跟大家说过了 前几天我们的短波单 就是波段单的部分 因为刚好有美股也在杀 台股也在杀 所以前几天的那个短波的 那个空单的部分的话 赚得还蛮开心蛮愉快的 然后刚刚德鱼问到的问题 就是现在跟大家做一个 说明的地方 就是说这个月 我们的短波单 我重申过很多次了 无论你是要做当冲也可以 做波段也可以 那找寻一个对你最适合的 如果你觉得 晚上不好好睡觉不行的话 别做短波 可是你觉得说 没关系啊 我如果希望能够在起床的时候 数钞票 对 就是就可以开开心 数钞票的话 你就做个短波 就留个你可以睡着觉的部位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因人而异 因人去做取舍 那我也说过了 我们四月份的契约 也在今天来跟大家做说明 就是八胜五步 你要追求我们赚不赔 我这里没有 可是如果你要这边要追求 要是大赚小赔 我这里有 上个月 应该说这个月 四月份的契约 因为八胜五步的关系 我们赚了1,127点 我这样讲好了 老实坦白说 我们也有三个多月 没有看到1000点的获利了 对啊 为什么 你看啊 我都敢告诉你 你都可以赚得到 这是今年的一二三月 分别的话是400多点 700多点 700多点 到今年 到今天为止 到四月为止的话 才重新看到了1000点 而且在把时间拉长的话 你会看到去年的12月 怎么竟然只有赚200多点 对啊 好小哦 没办法 我真的说没办法 因为我请我们团队多包含 因为那个时间点的话 就是整个市场上面 就是一个一滩死水 没有人要做糖情 所以从去年 大概11、12月开始的话 就没有再看到千点 到了今天 四月份的绩效 去做结算的时候 才重新再看到了千点 但是没有关系 把时间拉长的部分的话 这是2023年的全部的绩效 全年 你会看到的是 整年度累积了9779点 金额的话是195万多 原因就是因为 要赚多少 是行情给我的 不是我去强求而来的 但是我永远知道一件事情是 期货它就是一个多空 双向可以灵活操作的 好工具啊 好商品啊 我不要只有 就是 因为我听到有一些人说 我只做多 或者说我只做空 可是我觉得 那你不是就是 我只用右手 我只用左脚 我只用一边看眼睛看 那是一个很怪的事情 你知道吗 看不到全幕 对啊 你为什么不能做多 也可以赚 做空我也要赚 这样多好 对啊 只是说我们就是永远用 纪律的方式 你不要拆多空 你不要只做单边 但是你永远要做到一件事情 是用纪律操作赚大赔小 你才可以赚多赔少赚多赔少 不断累积你的获利啊 你才可以复利去翻倍啊 翻倍的时候 你拿五十万进来做操作 等你赚到一百万的时候 你再去把你的口数放大变两口 然后两百万的时候再变四口 你到时候就说 没关系啊 我现在这个时间点 我可以做个十来一口 没有关系 因为我当初就这样赚上来的 所以我知道他会继续帮我赚 所以这就是期货 他有趣的地方 或者就是 就是聚保期 我说到了 就是我愿意信任聚保期的地方 所以 讲的有点激动 因为我发现最近蛮多的粉丝 跟我们做互动的时候 就跟我说 那个谁谁谁 他说他只要做多就好了 那个谁谁谁 他说做空比较好赚 那个谁谁谁 告诉你期货 就是一个很高风险 很恐怖的事情 这都不是事实 那如果最近有跟我们做一些 互动的粉丝 Nineat这边的话 我能够跟你做互动交流的话 我会去跟你做交流 那我觉得还是一个老问题 就是 因为我信任聚保期 所以我信任 我们的好的攻略 好的策略 好的工具 就像那些法人 他们已经不是在用眼睛在看盘了 所以你也可以透过眼 透过聚保级来当做你的眼睛 你不用去预设那些多空立场 就像股魔力 它就是你在股票市场上面的眼睛 那因为这些好的工具 所以可以让我们 可以更轻松的达成 自己心目中的财富自由 所以这个观念跟大家做一个分享的地方 那如果真的需要协助的话 用LINE 用0800来跟我们做恰讯 以上就分享给大家 邀请大家 现在就可以立刻拨打 我们免付费的针线电话 0800668085 0800668085 或者是透过大人哥免费的粉丝团 我们的ID 小老鼠DAREM888 小老鼠DAREM888 私讯大人哥 加入我们的期货财富自由计划 把非常好用的策略平台 聚保期给带回家 感谢你的收看 也再次谢谢 面面俱到的大人哥 摩尔头顾 陈坤仁分析师 谢谢大人哥 谢谢 摩尔证券头顾 0800668085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